大家好 歡迎大家點擊這個影片 跟我一起來玩薩達傳說王國之類 我是魯維 在今天的影片裡面 我們要解哈特洋村所有剩下來的支線任務 我現在在哈特洋村的服飾店的前面 那我們現在要去拜訪的是 林克在礦影之旗裡面的家 如果你有幫林克買一個家的話 在礦影之旗裡面的話 在哈特洋村的這個地方 就是林克的家 那現在已經變成是薩達在住的地方 薩達之前還沒有回到過去之前 還沒有天地異變之前 住在哈特洋村這個地方 那現在薩達已經不見了 不在了以後 村長的老婆每天都會幫他打掃房子 在房子裡面 會看到很多很多的照片 這些照片都是我們之後 去解報社任務會碰到的一些事情 像這個黃金的馬 像這個花咒加農 還有這個養羊的人 在塔班達驿站養羊的人 然後我們來上去看一下 這邊有薩達的日記 薩達日記裡面說 他住在哈特洋村這個地方 因為他在這邊有建一個學校 所以他請英達 建了一個學校 然後他請了西蒙做教師 然後他還請了 是英達嗎 來建了一個 可以工作的地方 私下打造了一個秘密房間 那如果大家想要看到這個秘密的房間的話 秘密房間在這個地方 我來帶大家去看一下 我往這邊走就可以看到秘密的房間 其實秘密的房間是一個水井 如果從這邊下去的話 就可以來到這個秘密的房間 裡面可以看到薩達日記 從薩達日記裡面可以知道 薩達準備了全新的陰節符 就是這些我們在城堡裡面 在王座裡面 有拿到這個陰節符 所以這是一個挑戰 展新的陰節符 我們已經拿過了 所以馬上就會說 挑戰已經結束了 已經完成挑戰了 然後這旁邊有一個法袋 在曠影之系裡面 林克都是綁著頭髮的 他的法袋在這個地方 如果你沒有綁這個法袋的話 林克在王國世界是劈頭散法的 那就可以綁個法袋 像這樣 就很像曠影之系裡面一樣 綁起來的頭髮 然後陰節符在 我們之前拿過 我來穿一下 然後來穿一個 敬衛兵的靴子 我覺得蠻配的 好這樣 我們就來在 這個房間裡面 在哈達達的房間裡面 先睡一下覺 休息到隔天 我們再去繼續去解 其他的支線任務 或說是之前林克的家 這邊有一個 床可以睡覺 我們就睡到早上 睡到早上以後 我們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先做 我們打算先把我們自己傳到 地圖的 東北方 這樣地圖東北方 我們想要去一史村 大概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一史村 我們還沒來過 我們把我們自己傳到 烏爾利山鳥望台這邊 我們把自己傳到烏爾利山鳥望台以後 我們往左邊走 往左邊走就是一史村 好像我們來到一史村的作業場所 一史村在前面 那我們來一史村幹什麼 我們要來一史村買一個 怪物精華 我們要買這個 怪物精華 回去解 哈特諾村的任務 這樣我們從這邊可以到一史村 這邊有一個 車子 有一個纜車 大家跟我走 這邊是纜車站 我們搭乘這個纜車 就可以到一史村 你就 打一下這個纜車 纜車就會動 那我們來快轉一下 這個纜車就一路到一史村 這樣我們就來到一史村 第一次使用這個 纜車的時候 有人說要付錢 軌道車 要我們付錢 不過之後 如果我們解一史村的任務 以後 我們就不用付錢了 我們之後再來解一史村的任務 我們今天是要解 哈特諾村所有的支線任務 那大家如果來到一史村以後 我們就直接 往這個商店這邊前進 來到這個商店這邊 你會看到有在賣怪物精華 這是我們要解 支線任務要用的東西 在王國這裡面應該很少地方 有在賣怪物精華 應該就是一史村這邊有賣怪物精華 應該就是一史村這邊有賣怪物精華 所以我們來到一史村 來買怪物精華 等一下來回去解支線任務 那我們就來跟他說我們要怪物精華 我就說全買了 大家只要買一份就好了 我因為有九萬多塊 所以我全買了 我還來買賤 全買了 買好了之後 我們來把我們自己傳到古龍城這邊 我們還沒有要回去哈特諾村 我們要把所有我們想要買的材料都先買起來 那古龍城大概在這個地方 我們傳到古龍城旁邊的這個 馬拉克古籍神廟 為了解哈特諾村的支線任務 我們來到了古龍城 我們來到古龍城幹什麼 我們到這個地方 去買一個古龍城的調味粉 在這邊 這邊是老大的家 老大的家往前走 以後往右轉 因為哈特諾家店 在賣古龍的調味粉 這裡 我們來買古龍的調味粉 讓他買一份就好了 那我是全買 買了這個古龍調味粉以後 我們來去卡卡利克村一下 我現在人在這邊 古龍城這邊 那卡卡利克村在 這個地方 那我們之前有解過卡卡利克村這邊的潛行衣 所以我打開這個神廟 那我們把自己傳到卡卡利克村這邊 如果你沒有 解開那個神廟的話 就傳到附近的鳥望台就對了 然後我們來到了卡卡利克村 到卡卡利克村以後我們要照一張像 我們要到 這個中間這個房子照相 這邊 打開門以後上二樓 然後這邊有一個圖 我們要照一張像 等一下我們解枝線路的時候要用 都做好以後我們就把我們自己傳回哈特諾村 我在這邊 傳回哈特諾村以後 我們來去哈特諾學校 我們要解枝線路跟哈特諾學校有關 哈特諾學校就在前面 在這邊 這邊就是哈特諾學校 那如果我們都辦完事以後 應該已經 還沒有 遊戲時間九點的時候就會開始上課 我們要等一下 不過大家都來了 我們已經可以上課了 我在練習的時候 我練習的帳號是 早上九點鐘 他們才會陸續來這邊上課 不過看起來 今天上課時間比較早 那我們開始跟西夢講話一下 他認出來我們是林克 好久不見了 薩爾達還下落不明 這邊是薩爾達殿下建立的學校 然後他問我們要不要旁聽 現在是跟災厄搏鬥的海拉魯歷史 要上歷史課 他就開始講古 跟這些小朋友講古 之前的海拉魯歷史 有災厄喔 有災厄加農喔 他們都覺得不可思議應該是童話故事 一萬年前的故事沒辦法理解 有沒有書或圖片 怎麼辦 如果能將古代勇者相關資料展示出來的話 小朋友就比較相信這是真實的事情 如果沒有的話課程就進行不下去了 然後他要去借用描繪災厄的屏風 就是我們剛才照相的那個屏風 在鷹爬的大人的家裡 在卡卡利克村 那我們就把我們剛才照的照片給西夢看 這樣如果我一直按A繼續進行對話的話 然後秀給西夢我們剛才照的照片 這樣小朋友就會了解 了解歷史 貴重的災厄資料 原來故事是真的 在二的事會花不少時間 我就說之後再說 之後再說 歷史課上到今天為止 如果你想要聽的話 隨時會講給你聽 歡迎跟我來詢問 接下來給我們海拉乳米 哈哈 然後下面要上的課是佳政課 要使用海拉乳米做料理 那我們就來跟西夢講話一下 看佳政課要上什麼樣的內容 下一堂是佳政課 如果你方便的話 來聽一下課吧 來旁拼一下 他要問大家一個問題 古龍的調味粉 加入海拉乳米跟瘦肉當中 會做出什麼樣的料理 會做出咖哩飯 瘦肉咖哩飯 那如果古龍的調味粉 加海拉乳米 然後加怪物精華會做出什麼呢 怪物材料不是只能用來做藥嗎 如果怪物材料加進料理會失敗 除非他吃到用怪物材料做的料理 不然他絕對不會相信 大家都不相信 怪物材料可以做成好吃的餐點 使用怪物精華 古龍調味粉跟海拉乳米 就可以做出怪物咖哩飯 但是他手上沒有怪物精華 沒辦法做料理 剛好我們剛才買了怪物精華 這樣我就現場做飯給大家 加政客 然後我就拿出海拉乳米 然後我拿出古龍調味粉 然後我拿出怪物精華 就是三個東西 海拉乳米、古龍調味粉跟怪物精華 然後把它放下去煮 加政客 加政客 大家可以在別的地方煮好 再拿過來 也可以 那我的話剛好我有便習過 我就在這邊煮一下料理 然後再跟西蒙講話一下 大家都不相信有這樣的料理 我就在你面前做料理 我就給他怪物咖哩飯 我就給他怪物咖哩飯 大家都覺得很好吃 沒有怪物的臭味 只取出怪物料理 怪物精華的話 也能用在料理上面 很好吃 就幫助他完成 協助他教兩個課程 協助他教兩個課程 現在叫林克老師 你解了這兩個任務以後 你才可以在學校的田地種田 什麼? 薩爾達從所有可以種田 沒錯 在王國之圖裡面可以種田 如果你解了這兩個學校任務之後 你就可以從旁邊這邊 去到學校的田地 我們之前有看過他 烏梅 在前兩集的時候有看過他 我們跟烏梅講一下話 如果你還沒有解過 哈特諾的學校任務的話 烏梅會一直說他想要種田 但是沒辦法種 那現在如果你解了兩個任務之後 我們就可以跟烏梅聊天 他就會幫我們種我們想要的植物 他可以種各種各種的作物 如果是一粒胡蘿蔔跟生命小蘿蔔的話 會遇到困難 可能收成量會比較少 大概是兩顆 那就看他要種什麼 我就還是選一粒胡蘿蔔 會種比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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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喜歡一粒胡蘿蔔 那大家開始 大家喜歡什麼東西 什麼樣的料理 什麼樣的蔬菜 你就都給烏梅 他就會都會種 這樣我們就要等待收成 在等待收成的過程當中 我們來去卡卡利克村的前面 村子的最前面 不要踩到人家的田 講在這個主要的路 然後一直往前走 村子的最前面這邊 再繼續往前走 你會看到有秋秋 會跑出來 再走過去一點 你會看到有秋秋 會跑出來 應該會從這邊跑出來 有沒有在前面 前面有兩個秋秋 你還拿出你的照相星巴 秋秋照相 等一下我們解任務的時候要用 秋莉把一顆秋莉殺死了 好險還有另外一個 大家來這邊可以把秋莉關起來 好這樣我們照了秋秋的照片以後 我們就回去村子這邊 然後我們一路來到染坊 如果你有跟染坊的大哥說過話以後 有更改過自己的衣服 有染色過以後 你再去染坊 他會有個任務要讓你接 他任務就是要去照秋秋的照片 那我們現在有照了秋秋的照片 我們就來跟他講話一下 他想要製作以怪物秋秋為主題的布料 他要秋秋的照片 他不需要火秋秋 他不需要火秋秋跟冰秋秋 他就要藍色的秋秋就可以了 我們就把我們剛才照的照片給他看 這樣他就會給我們秋秋秋的布料 他最後還有很多很多的布料想要做 有馬的布料 咕咕雞的布料 奧爾廷鴕鳥的布料 地灰熊的布料 超多的 如果找到樣本的話 再帶給他看 這樣我們又解了一個迷你挑戰 那接下來我們來解最後一個迷你挑戰 我們在村子的前面這邊 這邊有人在種田 有村長跟農夫在種田 種南瓜 我們來跟村長跟農民講一下話 他們種南瓜碰到一些問題 有怪物來騷擾他們的植物 快要收成的時候 怪物們就會到田裡大鬧一番 那我們就來幫忙一下 在三更半夜出現 所以我們要休息到晚上 遊戲之中會幫你調到晚上 我們就說準備好了 晚上出來的怪都會是 骷魯波克布林 骷魯西諾克斯 那如果你碰到骷魯的這個怪物的話 你就丟閃耀果給他們 他們一下就會 不見了 消失蒸發了 一出來以後我們就來丟 閃耀果 像這樣很好用閃耀果 又出來了 又出來了 確認大家都來了以後 都起來以後 我們就來丟閃耀果 又出來兩個波克布林 又出來兩個莫莉布林 有一個沒有被我閃到 然後最後出來一個波克布林大顆 然後來去收一下他們的道具 這樣我們就完成這個 迷你挑戰 本來在下雨 他們現在要命名成像洋南瓜 雨馬上就停了 他們給我五個像洋南瓜 像洋南瓜算是一個 新的農作物 那就是這一集的薩達傳出王國之類 這集結束以後 我們哈特諾村的所有的任務 我們都結了 我就打算把我自己傳回監事堡壘那邊 下一集我們再從監事堡壘這邊開始冒險 我們下集見拜拜 好喝 至少華 好喝 我照致 好喝 待一杯 試一下 我們上下集群 感谢观看